好 再来我们接下来一个非常重要的反应 阿斯匹林的自备 把分 跟二氧化碳 还有强碱氢氧化钠 加压加热 可以产生 林腔基本甲酸钠 然后把这个林腔基本甲酸钠 再跟酸反应 清理脂就会产生林腔基本甲酸 这个也叫做柳酸或者水阳酸 好 接下来我们利用乙干 乙干就有两分子的乙酸脱水 我们先讨论一下 乙酸的结构 两分子的乙酸脱水 形成了乙干 而其中这里具有锡基 它可以跟柳酸反应 就这样子 柳酸会从这里断剑 这个锡基我们叫乙烯基 它会攻击这个羊 变这样子 变这样子 乙烯基这样去 这个我们叫做乙烯柳酸 就是我们俗称的阿斯匹林 然后还会产生 这里跟氢粒子结合 产生畜酸 就是乙酸 好 接着我们来仔细讨论一下 阿斯匹林这个结构 就是一种方箱组的衍生物 好 再来第二点 它有COOH 所以这个也是缩酸类 而这里透过氧 这个碳的化物 所以阿斯匹林这个氢 是图帅的 是图帅的 会员 感谢观看